刚刚完结的风吹半夏和正在火热开播的县尾大院 可以说是承包了很多人的屏幕 刻完许半夏和赵磊的爱情 转头就得去看曹丽心和美小哥标戏 李光杰在这两部剧中的表现可以说是演什么像什么 即便是随时切换剧目也能很快带入进去 这就是李光杰的魅力 李光杰和赵丽颖和胡歌对戏时 呈现出来的状态却大有不同 第一 赵丽颖的松弛感演法 两人对戏势均力敌 风吹半夏是一部很有质感的年代剧 李光杰在里面饰演的赵磊 真的像是小说人物走出来的一般 演技字不用多说 赵丽颖是比较松弛的演法 这一点跟他在知否里的表演很相似 非常生活化 尤其是两人暗戳戳地生出情愫的时候 赵丽颖的整体妆容 穿搭 以及台词的演绎都营造出了 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氛围感 特别是在李光杰职场失忆后 赵丽颖要让他过来帮自己的时候 赵丽颖把一个女商人的精明 演绎得淋漓尽致 对着李光杰使用了十八般武艺 先是画饼 然后在生活上也很是体贴 一句十年后我不一定需要你 现在很需要你 就让人想拒绝都难啊 而且不管是眼神还是动作 赵丽颖都是很轻松自然的 一点都不做作 还有到后来两人越走越近 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都给人满满的CP感 在李光杰要离开的时候 赵丽颖终于想明白了 李光杰才是自己想要的人 立马把车开回去的那个着急情绪 真的很牵动人 最后两人相拥在一起的画面太美好了 一点都不油腻 不过这都是小意思 最让小编欲霸不能的是两个人在床上对看的画面 这个时候的赵丽颖不是女商人 而是李光杰的小女人 那有点害羞又想主动的样子 嘴角还偷偷上扬 果然是正在恋爱中的女人的样子呀 剧集开播时 还担心赵丽颖和李光杰没有CP感 幸好两人的演技打消了观众的顾虑 第二 胡歌演技太端着 精英感太重 不像县长 而在县委大院里 李光杰又化身县长 三言两语之间 他那种精明狡猾的干部的气质 一下子就上来了 人物适配度非常高 但是从胡歌身上 小编还是没有能看出来 基层干部的影子 看上去有点端着 还是演其他剧的时候 那种典型的学艳派演法 一点都不接地气 没有成功地融入到角色中去 新上任的县长胡歌 气质过于贵气 举手投足之间 有一种王公贵族的感觉 就像是现代剧里低调的富二代 什么都像 就是不像一个靠双手 从基层打拼上来的干部 网友直言 胡歌的形象还是适合从高到下 而不是从基层自己闯干出来 比如之前在伪装者中 饰演的名台就很好 与李光杰对戏的时候 差别就更显而易见了 首先从服装上来看 第一集刚开始的时候 胡歌饰演的美小哥 去运动场跑步玩 见到了李光杰饰演的曹立新 在门口等他 或许是运动装和西装的强烈对比 从第一个造型上来看 曹立新塑造的干部形象 更胜一筹 确实从长相上来说 胡歌看起来很正派 但也有些脾气和不正经 所以在仙剑中的李逍遥 和狼牙榜里的梅长苏 都是很符合的 反倒是第一次尝试的基层干部 看起来有点格格不入 其次从人设来说 梅小哥作为刚上任的县长 光明县财政没钱 各种问题和麻烦 都纷纷找上门来 面对各种难以下手的问题 梅小哥选择了去九元县 化元借钱 两位县长之间的博弈也随之而来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曹立新在各种会议上的神态 发言以及举手提问问题的动作 都像体制内观众大呼老干部 每一个神情都踩准了点 而梅小哥就不一样了 虽然剧组在装造上花了一些功夫 熬夜导致的疲惫感 额上滋生的几缕白发 但是她的讲话却与现实生活中的领导讲话大有不同 少了些所谓的关切 与曹立新对话的时候 气场上明显显弱 而且感觉有点不自在 好像很难接住戏 还有就是胡哥和万倩在剧里也不像两口子 两个人表演的痕迹很重 且不说夫妻像这种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问题 梅小哥和万倩的相处模式就很奇怪 不像是平常温和的夫妻 更像是一种工作关系 两人的备注也很奇怪 分别是梅县长和乔市长 不知道后面的剧情里面 两个人的感情戏会不会呈现给大家呢 虽然他们几个都是实力派演员 但是角色不适合自己 仍然会影响演技的发挥 也很难获得观众的认可 不过也期待他们更多的作品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赵丽颖胡歌被曝合作 王凯刘涛加盟 以此之名即将启动 赵丽颖绝对算是一个宝藏演员 无论什么类型的角色 她都能完美驾驭 给很多观众带来了愉悦的视觉感受 截至目前 赵丽颖出圈的角色 有可爱灵动的小谷 倔强坚定的楚桥 冰雪聪明的林浅 端庄大方的明南 并交付黑的沈丽 独立清醒的幸福等等 今年赵丽颖又凭借 风吹半夏中的许半夏一角 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 在风吹半夏中 赵丽颖一改往日可爱灵动的形象 化身泼辣萨爽的形象 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惊喜 不得不说 赵丽颖塑造角色的能力太过强大 每次出现都能给观众 与众不同的角色体验 因此 无论是观众还是导演 都希望赵丽颖能带来 更多快智人口的佳作 目前赵丽颖又迎来了一部优质剧作 那便是《以子之名》 该剧是正午阳光作品 众所周知 正午阳光的作品一直都很有质感 而赵丽颖此前又和正午阳光合作过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这次赵丽颖继续加盟《以子之名》 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 肯定都会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 赵丽颖胡歌被曝合作 王凯、刘涛加盟 《以子之名》即将启动 从剧情来看 《以子之名》是一部聚焦教育的家庭情感剧 该剧主要讲述的是 杨柳、许岳娟、江丹华等三种类型不同的家庭 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 学会自我反思 终究与孩子达成和解的故事 这一次赵丽颖在剧中的角色是杨柳 这个角色是一个出身平凡 却很要强的女性 一直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类似于鸡血妈妈的角色 虽然赵丽颖已经给观众带来了很多佳作 但是在家庭情感教育领域里 却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作品 因此赵丽颖加盟《倚子之名》可谓明智之举 《倚子之名》除了邀请到了赵丽颖之外 网传该剧的男主正在接触胡歌 如果赵丽颖和胡歌能够促成合作 肯定会大大提升《倚子之名》的收视和口碑 毕竟胡歌的演技一直都很给力 截至目前 胡歌带来的佳作有《天外飞仙》 《仙剑奇侠传》 《风中奇缘》 《狼牙榜》 《伪装者》 《猎场》等等 这次胡歌以男主的身份加盟《倚子之名》 对观众而言简直就是一个意外之喜 除此之外 该剧还邀请到了王凯、刘涛、陈述等演员的加盟 如此强大的演员阵容 也只有正午阳光能够做到 网传刘涛在该剧中饰演江丹华一角 这个角色是一个掌控于很强的老师形象 对于刘涛的演技 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这次刘涛加盟《倚子之名》 与赵丽颖强强联手 肯定会引起很多观众的共鸣 至于陈述将饰演许岳娟 这个角色是一个只关注老公的阔太太 陈述颜值和演技双再现 肯定会为《倚子之名》提供很多有趣的看点 而男二王凯 他是正午阳光的御用演员 在《伪装者》、清平乐、《大江大河》等作品中 都有不俗的表现 目前《倚子之名》已经进入了筹备阶段 相信很快就会开机 让我们一起等待官宣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